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092集 太善良了 元妖子失声惊呼 这不可能 身体哆嗦 心神在这一刻好似被颠覆一样 整个人都傻眼了 哪怕他身为天尊 在邪皇朝内可以说是地位之高 已然到了巅峰 受到无数人的仰视敬畏 可如今在这二十关里 再看到四周突然出现的上千尊牛头怪后 他整个人心神都崩溃了 实在是 这上千尊牛头怪 怕是邪皇在这里也都会倒戏口气 若将他们扔到永恒仙玉内 恐怕永恒仙玉都会粉碎崩溃 好在这里的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虚幻的 只是如今对于元妖子与士灵上人而言还是真是无比 这才二十关啊 不是五十关 不是八十关 更不是一百关 为什么会这样 这难度的增加也太夸张了 三人心神震荡 相比于元妖子与士灵上人 广木天尊的内心更是坍塌 毕竟元妖子与士灵上人虽也曾遇到过难度加大的事情 可却没有被白小春重点照顾过 而广木天尊这里之前的重点照顾让他的信心几乎被碾压 如今好不容易重新坚挺过来 又遇到了比上一次还要恐怖的难度 唯一让他心底安慰的是这一次 他并非独自一人 有鸳妖子与士灵上人陪伴 此刻 三人各自沮丧 腿燃中也都急速的后退 并非是想要逃避 而是在寻找受伤 做一笑传送出去的可能 他们的心底 虽因这二十关的难度而崩溃 但却没有太多的生死恐惧 毕竟之前的经历让他们早就明白 这场试炼没有生死 最终哪怕无法闯过 也最多是受伤后被传送出去罢了 广木天尊三人也都是果断之辈 眼下苦涩后退时 各自散开 已经决定放弃了 立刻展开全力 试图让自己受伤的更轻微一些 很快的 远远看去 就能看到那些牛头怪 直接就将三人淹没在内 鸿鸣碰撞之声 震荡四起 可这一刻的广木天尊 还远远没有意识到 与此相比 接下来才是噩梦的开始 白小春恨呢 他恨这三人居然走到了二十关 他更恨广木天尊居然和自己比作弊 同时他最担心的 是以广木天尊这样的强者 以及钻空子的心思 在之后的日子里 怕是稍微一个不注意 就会被这个家伙闯过二十关 可惜在这里杀不了他 不行 要想个办法 最好是将此人困在车里 白小春红着眼 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后 一眼看广木天尊三人身上 已经开始出现了传颂之光 甚至他都注意到广木天尊三人脸上 那似要松了口气的神情 这就让白小春心底更不舒服了 此刻目光一闪 死死的盯着三人 他与这残善冥冥中的联系 木然呼应起来 随着白小春脑海里 一次次的传出禁止传颂的神念后 在广木天尊三人 劫后余生之感刚刚升起 身体也都在这传颂下 出现模糊的瞬间 他们的传颂 竟被某种奇异的力量直接干扰 轰鸣中 在三人的错愕下 他们的身体从模糊直接清洗 随着清洗 他们身上的传颂之光 刹那消失 不可能 怎么回事啊 三人呼吸一致 立刻倒退 避开扑来的那些牛头拐 一股强烈的不安 在这一刹那浮上心头 这一次的不安感要比之前面对上千牛头怪还要强烈 相比于三人的骇然 白小春精神振奋 他发现自己对于权限还是有很多不了解 需要慢慢摸索 此刻他精神高度集中 完全沉浸在与这残善的联系里 脑海的意志一次又一次的坚定回荡 禁止传送 禁止传送 这意志的散出 好似形成了某种法令 使得这二十关的世界内 波纹越来越多 四周开始扭曲 其明显的程度使得广木天尊三人也都注意到了 就在这三人稀奇 内心狂震的瞬间 轰鸣之声突然在这二十关内爆发出来 随着爆发 广木天尊三人还不清楚具体的缘故 可白小春用其权限清晰的察觉到了 这一声轰鸣后 此地的传送已经被彻底禁止了 虽不是永恒的禁止 可除非是那残善的意志再次苏醒 否则的话 短时间内广木天尊三人根本就再没有可能传送出去 你们不是想要闯关吗 我成全你们 就留在这里天天闯吧 白小春一咬牙 正要离去 可临走前他脚步一顿 还是有些不稳妥 我要确保 就算是这残善的意志苏醒后 化解了此地我留下的法令 那三个老贼也都精疲力尽 没有办法继续闯关 白小春若有所思 想到这个礼后 他取来了一大把发请单 可惜这发请单不多了 不然多放一些进来 也罢 这些估计也差不多够了 我就不信了 到时候你们还有力气 白小春哼了一声 直接将那些发请单捏碎后 变成了飞灰 向着那些牛头怪撒了过去 发请单的粉末随风扩散 融入到了那些本就暴躁的牛头怪的身上 白小春没看具体的结果 在扔完发请单后 美滋滋的离开了这 注定将会成为一片惨绝之地的二十关 只是白小春没去看的一幕 广木天尊三人身为当事者 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几乎是第一世界 就注意到了四周的那些牛头怪 一个个突然的在奔跑中停顿下来 粗重的呼吸声 再下一瞬此起彼伏 很快连成一片 与此同时 这些牛头怪的双眼 直接就赤红一片 口中更是发出嗷嗷的嘶吼声 仅仅是这声音 就让广木天尊三人头皮发麻 这些牛头怪怎么了 我我有种强烈的不妙 该死 他们莫非是发狂 广木天尊三人惊呼的同时 这些牛头怪更为夸张的 一个个身体竟膨胀起来 更有青筋鼓起 似忍耐到了极致后的爆发 上千牛头怪同时咆哮起来 看向广木天尊三人时 那目光的可怕程度 让广木天尊三人浑身一抖 不好 三人骇然中 四周的牛头怪 一个个发出惊天的咆哮 似乎广木天尊三人 此刻在他们的墓中 成为了这天地内最美丽的 最有诱惑的同类 一个个争先恐后 前赴后继的 只本他们发狂而去 结局如何无人知晓 哪怕是白小春也都在归来后 没有再去太过关注 这是偶尔的神石一扫 看到的画面 让他也都觉得身体遗产 赶紧的收回神石 这不怨我啊 实在是这三个家伙主动惹我的 而且他们和我比作弊 白小春赶紧安慰自己 从此之后再也不去关注 而是把精力放在其他人身上 每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阻止一个个修饰闯关 当然 他自己也势而去应付一下 装出苦恼的模样 与大家一起挨声叹气 时间流逝 很快过去了半个月 距离残善给出的石线 如今已过去了一半 而广木天尊三人的失踪 也渐渐被人察觉 纷纷诧异 尤其是邪皇朝的那些修饰 一个个都有些不安 就连古天君与司马云华 也都对此很是不解 暗中越发警惕起来 只有白小春这里 每次听到别人谈起广木天尊三人 都心底有些发虚 想着要不要去关注一下 可一想到曾经自己看到的画面 白小春就干壳中 再次放弃了 啊 我还是太善良了 担心看到后 会忍不住把他们给放出来 白小春感慨中 觉得自己最大的缺点 就是心太软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